大众庆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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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大家早安 我们上一次看到 那个荣树菩萨的一个 一个师承还有著作 那还有他的一些思想 思想提要 思想提要的部分在讲八部 这八部对大家 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些例子来看 那让同学在 某些方面的建立之后 如果未来进入到 其他的一个大胜的 其他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一个思想的时候 那个就会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了解 他在讲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这一堂课的设定 就是在一些法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有一个奠基 也就是说对于法的一个基本认知 我们有了以后 那我们就知道 像大树能够长得就是越茁壮 那是因为他的根扎的深 那一样 如果我们对基本的一个法的认知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 未来呢 我们不管是在 就是同学可能会修行不同的法门 在进入到这个法门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根扎的深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 在这个法门上面有一些成就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他所谓说的八部的思想 那我们举个例子 因为其实佛经很喜欢用辟育法来讲 那原因就是因为众生在 在有些因缘性或是很多方面 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眼见耳听耳闻 耳听啊 或者是说鼻纹或者是舌肠 这样子种种的一个根根扎交涉 就可以了知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等于是有一些超出人的一个范畴 因为人的范畴不外乎 都还在根根扎交涉 产生的这些事里面的一个这个范畴里面 那如果超越这个范畴 也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像因缘性啊 或者是什么 同学就会觉得比较陌生 那就觉得这个东西 所以佛经有很多圣生法的原因也在这边 因为在圣生法里面不是你用六根六成相对 就可以产生就可以了解或者是了知的 那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用佛法一些辟语法 或者是我们了解它的一个根基的一个讲法的时候 你在进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们在这边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我们土要变成瓶 那个陶土要捏成瓶 这当中以陶土来讲 这个土要变成瓶 那必须要很多的因缘性啊对不对 首先要这个泥土是 陶土是适合做瓶的 如果这个泥土是不适合 这个陶土不适合 可能就是一般的那个泥巴 那只能够就是当作滋养万物 有些甚至于连滋养万物的营养都不具足 或者这个土卵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成瓶 所以你这个土要做成瓶中 就还要有很多的因缘性 也就是说这个泥土 最起码这个陶土必须要是符合 能够做成瓶的一个标准 那再来还要加上水 你没有水的话你在做陶土当中 就是说你在做瓶当中也没办法成功 那还要有人去捏对不对 还要有人能够 那这个做陶工的人呢 如果他不是捏成瓶 捏成杯子的话 那这个因缘性来讲的话 这个瓶就这样 因缘性不成熟就这样 没有成就嘛 这瓶就不存在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土要变成瓶的中间 哇太多的因缘性了 我们举的只是 就是说能够了知的这几样 那在土当中 你说真的要变成那个瓶当中 因缘性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有在做那个瓶的 在塑瓶的你就知道 这还要那个你看我们观世 所以佛经在讲很多东西错重复杂 息息相关的原因就在这边 你看这个陶师今天要做成瓶 他也要有他的因缘性 例如说他要有一个就是想要做成瓶的一个想法 那想法从哪里来 那就太多了 种种错重复杂的一个想法 那他觉得在这当中他看到这个陶图 他想他 他要把他做成瓶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为什么说很多东西那个就是 跟我们好像离很远的有没有 就是我们一般能够看到可以可以了知 就是周边的人事物而已 那再远呢 我们也没办法去想象得到 可是用因缘法来看的话 其实怎样 彼此互相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只是我们看不到那个因缘性而已 因为我们的那个根根纯的一个交涉 没有办法去了知这么微细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土生成瓶呢 那这个瓶叫生吗 瓶如果叫做生的话 那这个土算什么 对不对 你所说的生灭 生住欲灭 对不对 那你有生 你必须要怎样 那这个 在这个土的时候就已经是生了 对不对 那所以你说瓶本身是生呢 他所含的土里面其实怎样 本身已经是怎样存在了嘛 所以你要说他是生 也不合理 那你要说他是灭 那这个灭就怎样土的像灭了 变成瓶的像 你说他是灭吗 其实好像怎样也不对嘛 既然没有生哪来的灭呢 对不对 你说这个瓶本身是灭 那瓶如果他是还没有就是弄成那个其他颜色的那个瓶的话 就是说还没有彩色 那其实你说这个瓶叫做灭 这个定义好像也不太对对不对 你说他这边是叫做没有 既然没有生 又怎么会来的灭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中阴缘性你看 那再来不长 这也就是说你看土变成那个瓶来讲 当中没有一个怎样很长不变的 没有一个很长不变的 如果说一切都是长的话 那应该维持一直维持土的那个状态 或者是一直维持瓶的状态 没有啊在这当中是怎样土怎样变成瓶嘛 我们现在是在用无情 无情就是没有生命的来举例 待会还会用有生命的 那讲完有生命的以后同学要有怎样 要举一反无量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 我们这个色身 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我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啊 我哪来的生灭对不对 你这样土变成瓶 或者是种子变成亚种 也可以说你是从国小变成国中 国中变成高中 高中变成大学啊 那大学变成现在的你 那请问当中的生灭 又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所谓的生灭嘛 你要国中 例如说你要读哪一种国中 因为也是整个种因缘 那个形塑成嘛 对不对 所以非常的复杂 以因缘性来讲 那个是错综复杂的 所以当中也没有所谓的生跟灭 也没有从畏的长啊 也没有所谓的断啊 断的话就是说你土是土 瓶是瓶 这叫做断 可是瓶又是从土的当中的因缘性而来的啊 那你说如果叫做断的话 那这个要化分回二楼 对不对 可是瓶又是从土来啊 那从我们的这个摄身来讲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有所谓的断的话 你国中跟高中 你中间就不应该有这样 有任何的一个衔接跟连接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怎样 不长也不断 那断还有更衍生来讲也是怎样 没有所谓的断灭 像我们一般的有些众生呢 他会认为这样 有些持长有没有 有些人持断 断就是所谓的 我们这辈子就到这辈子而已 然后没有轮回了 没有下辈子了 这叫不断 众生不是取长 执着于长 要不要执着于这样 断 那以形象来讲 或以一众因缘来讲 或者是以每辈子每辈子轮回一样 都是一样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对不对 你以生灭来讲 以每辈子每辈子轮回 你说这个叫做生吗 其实他又怎样 也是一样啊 一个形态的 你要投胎到哪里去 也是这样 众因缘合合而成啊 对不对 那当中你说如果有生的话 代表一个主导的对象 也就是说 我可以主导到哪里去这样 生 或者是说 你说要有生的话 要有个不变的东西啊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投胎到任何一个地方 形象也变了 想法也是一直在改变 我们不要讲到投胎啦 我们当下这一秒钟 听完课以后 或者是对很多东西的 一个见闻觉知之后 那个想法很多的 那个觉知也这样 都不一样了 所以没有所谓的怎样 就是不变的东西在 所以你说有个生 到底什么东西生呢 你说有个我生吗 有吗 我在哪里 我也是这样 我们就说 那你说 从国小的你 国中的你 跟高中的你 哪一个我是我呢 对不对 你如果说 指定哪一个时段是我 那应该有个 就是说要有个我的话 到现在的我 应该有个这样 不变嘛 可是我们这样 念念当中 其实这样都在改变 这个色身也一直都在改变 所以当中没有 没有一个怎样 可以直取的 可以这样不变 不变的东西啊 那 后面的不一跟不意 就更容易了解了 不一的话 同学想看看 一是怎样 相同 如果是一的话 土就应该等于土 平就应该等于平 对不对 可是是有土变成平嘛 所以你说他相同也不对 你说他意吗 完全不同 那平又是有怎样 有土来的啊 对不对 那像这个芽种也是一样 怎样 从种子来的啊 你说他是异吗 那如果是异的话 这个种子就不应该发芽 种子这样 就应该等于种子嘛 很常不变嘛 那可是又不等于啊 对不对 那可是你说他不一样 你说他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也不对 他又是有从他因缘来的 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 你只要落入两边都不对 所以以佛法来讲的话 我们就知道啦 像来跟去也是一样啊 同学什么叫做来 什么叫做去 就我站在 我在这里的话 你们过来叫做来 对不对 我过去叫过去 如果当中无我的话 同学 谁来谁去呢 对不对 那没有 我们就说 为什么我们会有个来去的一个想法 是因为有我 我觉得我以我为中心点 那我的思想 我的想法都以我为主 然后怎样 往外延伸 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 既然以持有呢 所以故彼有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 有我就有他嘛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延伸的话 那我们就会觉得 以我为中心点 你的方向叫做过来 我这个方向叫什么 过去 那如果没有我呢 对不对 那个也是这样 不来不去嘛 对不对 那众生也是一样啊 众生是因为执着有我 所以这样 他在轮回的时候 他觉得他有 在这辈子有所谓的来跟去啊 有所谓的来跟去啊 可是如果同学想看看 轮回当中 如果我们就是说 能够了解我空 就正得我空的时候 那请问是谁在来去呢 也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主体来去的对象啊 如果我们这个观念建立之后 同学在进入到大圣 大圣的其他的一个思想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其实大概都还印含在这里面 也就是我们常常都用我们根根成交涉的 这些东西讲想法为真实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很主观的 就认为就是这样 那其实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以佛法的 因缘性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你说有我吗 今天听课也是这样 我们刚好看到网路上 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或是有朋友跟你讲 或是等等 种种的那个 所以我们讲 今天有知道这个讯息 那知道这个讯息还不够啊 是不是 我们今天要能够听到这个课程 要讲 要有场所 要有人发起 就是说 要有佛多教育基金 因为发起 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让大家这样能够 就是在那个跟佛菩萨约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看 太多的因缘性了 是我们看不到的 那所以这个当中的错综复杂 可以让我们知道怎样 在这个章中就是所谓的八部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是什么 没有办法 以佛法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圣身法的部分 不是用根根成交色 就能够知道的 所以那个圣身法的部分呢 竟然不是人的思维可以这样 思维出来 那你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是什么 所以你看那个佛经很多 都是用怎样 有用否定的 不生不灭有没有 不长不断有没有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那这个当中呢 其实也是在荣述思想 它是怎样 来自于就是像不拜佛教 它有很多的分裂 那很多分裂就有很多种 很多种的想法 很多外道啊 很多佛法 就是本身学佛法 可是那个 那个就是思想上面不太 没有在佛 契入到佛法当中的时候 契入到实相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那常常就是怎样 用自己的想法在想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这种菩萨的一个慈悲 破斥 告诉你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不是你所执着的这样子 所以佛经很多的部分 都是在讲不 这个菩萨其实就是在破 众生的怎样 种种的执着 众生的执着实在太多种了 你没办法以一概括啊 所以我们有土 变成平的因缘性 从种子 然后能够变成亚种的一个 那个因缘性 从我们怎样 从小到大能够长到 你看我们从一个胚胎转 然后能够长到这么大 这当中也是这样 都种种的变化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 我们有等于那个 那个胚胎吗 当然不等于啊 那个官司体积 有没有 还有思想 还有很多方面 就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它完全不同 我们又是从胚胎 慢慢就是 种因缘和合而成这样 胚胎本身也是 种因缘和合当中的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衍生到现在长到这么大 所以我们常常说 其实能够 活着 能够长到那么大 大家都很喜欢说 哎呀感应感应 需要有一些 那个奇迹啊 需要一些佛基啊 其实你想看看 这因缘性 这么错综复杂 我们可以从小 长到这么大 就是一种怎样 佛基了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很多东西 众生都很喜欢 要喜欢那种 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说 最好就是这样 不用任何的那个 那个付出 然后就可以得到的 这些种种 可是我们就 以这因缘性来看的话 哪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对不对 你没有种下那样的因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果 所以如果你能够 对因缘法能够透彻的时候 你看 人家就可以这样 正到阿罗汉 所以因缘法很重要 那其实可以 那我们对于佛经的很多的 很细微的一个想法 我们能够比较容易了解 你说要完全到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 纯粹的理 那不太可能 为什么 除非你正道 修道 因为我们知道 所谓的佛法怎样 佛是怎样 不是用撕回来的嘛 他是正道那边 然后就一切讲明了 然后把那个圣生法 就是那个不可施易得 这些东西讲 尽量的用言语去告诉大家 可是这个尽量的大家想看看 你那个当佛在跟 就是在跟人众讲的时候 跟在跟那些就是 天龙八部讲 那个讲经说法的时候 在跟那些天人讲经说法的时候 会不会一样 一定会不一样嘛 因为有不同的怎样 静啊 不同的众生嘛 不同的根器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佛能够成为佛也是这样 他讲 对一切实法界的东西都清清楚楚 然后说要成为一切种子嘛 那人的范畴就是怎样 思维的模式就还是在人的范畴里面 所以要能够讲 靠修跟正 你才有办法讲 到佛的一个境界 我们众生其实常常想 哎呀 都在想佛的一个境界 其实你不用 这个东西讲 佛经里面有讲 要靠修正 要靠执行 要靠修正 那再来就是这样 不要想那么远 你就需要去想一下 像北聚如中有没有 同样是人 对不对 那北聚如中那边的众生 听说没有我 也没有我家 我所 你就没办法去想象了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 你并不是你这样 靠思维靠想就可以这样去想的 而是这样 你正道就知道了 修正道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 众生常常都会 用自己的想法就这样 哇 要 把那个 那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呢 然后用自己的想法这样 包装起来 包的好像怎样 很圆满 可是事实上呢 你没有修正道那边 所讲的怎样 都不会是怎样 符合怎样 佛经佛所 佛的一个经 那个 那个 不会等于啊 所以 你看佛的那个 那个时候当时 还有个叫五等等 也就没有可以 可以跟佛怎样相比的了 那佛又称一切智的原因是怎样 每一个法界都清清楚楚啊 众生在人的法界就怎样 已经 知道的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啊 所以这就是 我们理解 始法界 那理解 那个佛经所讲的 理解因缘法的时候 我们对于很多东西 在看的时候 就会比较透彻 我们在了知佛法的时候 就会比较这样 能够比较深入 能够比较深入 好 所以 同学看到没有 如果能够正此八正正 能够了解一切不啊 阿明了一切不 就能够达到必进空 为什么能够达到必进空 我们知道这个八步 其实就是在 转众生对于 两边的一个执着跟抓取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讲 东东都不抓取 连空也不抓取 连不抓取空也不抓取 连空空也 我们也不抓取 要把这个空给空掉 有没有 我们也不抓取 那一是空到最后面 就叫做必进空 也就在当中呢 我们怎样 没有任何执着跟抓取 那我们知道 那个佛母叫波勒 有没有 波勒不是就是 把一切的这样 烦恼一切的执着 一切的东西这样 放一把火全部烧光光 用四面的火 那你怎样 没有办法去处 没有办法去抓 没有办法去那个 就很多东西怎样 通通都烧完了 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 你的执着 你的烦恼 全部都烧完了 这样才有办法达到 所谓必进空啊 所以怎样 波勒为佛母的原因 也就是在这边 那如果能够达到必进空呢 就能知往南 有这个 有知这样 中道 这就是所谓中道 不落入生灭 然后也不落入到长断 也不落入到怎样 意义 也不落入到来去 这两边的想法 所以其实有同学 曾经有同学说 哎呀师父那个中道 中观很难懂 其实没有很难懂 他就是在破众生的执着 你不管你抓哪边 他都告诉你 不对啦 那为什么会一直用布来讲 我们也讲了 那个时代很多的外道 那些 如果同学有去看一下 那个布派佛教 那个整个延伸的那个历史当中 就那里面就很多的所谓论师啊 很多的辩论啊 其实佛法 其实那个以真如来讲 或者是以如来账来讲 那个根本讲 不是变就可以了之的啊 所以佛法为家 没有什么好变的 没有什么好变的 那众生各执着 我们也是这样 好好祝福啊 也是祝福 好 这样就没有什么好变的啊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是是理恶症啊 我们有讲到啊 这个是跟理 是跟理 用这样讲好像同学都会觉得 哇好像有点难 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你要再把那个佛法这样 用在生活上啊 那你要能够修正要以假修正 要在生活当中去这样修到成佛啊 所以用白话简单讲 同学又会觉得 哎呀师父这讲的太简单太容易了 我都听得懂啊 可是听得懂要做得到啊 对不对 一般的那个都要讲很难 然后讲到同学这样 哎师父这个我听不懂 对啊听不懂 其实有些同学就很有趣啊 听得听不懂 那个太难了 没办法 听得懂太简单了 又不想听 所以众生那个分别心啊 了别心啊 还有那个执着性就是这样 那其实都是造成自己的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对于佛法 如果能够听得懂 那当然是最好 能够讲然后听得懂 那个是最好 不是说在难或简单 有时候你在简单当中 你要能够贯彻啊 而不是说听到简单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 然后又开始起慢心啊 你看我都听得懂 听得懂是一回事啊 对不对 我们就说你到成佛的禁忌员 那个不是听得懂 跟看得懂 跟怎样了解的 不是你的根根成交式的了知 为了知啊 所以同学要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怎样 不用去起慢心啊 不用起慢心 后面也不用来怎样 再找方法来对峙我们的慢心 当然一些 那个 那个 就是我们的贪嗤之慢移不生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就不用去对峙跟处理了 所以有同学 一般一般同学讲到那个戒 戒是基本没有错啊 如果 我们能够对佛法一个认知跟了解 然后不起贪嗤痴的时候 戒本身怎样也怎样 如果 那个也不是有一句话就是怎样 心凭何须持戒 也就是说你的心呢 如果怎样都不起贪嗤痴这些念头的时候 那哪用得到怎样戒呢 对不对 戒也是一种方法 然后也是一种对峙嘛 像我们就讲啊 如果你这样 该做的 都有去做 不该做不要去做的话 那其实这样 就符合佛法所讲的啊 那 上次有讲到就是说 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 众生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有没有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 那把一个一个就是说像 那个能够拯救人的性命的这个方法公开 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了知的时候啊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个当中那个思想的 那个其实就是这样 菩萨的一个思想啊 对不对 像那个最近就有听到那个 就是有那个呼吸道的那个一个用具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这样 国外啊 他们把这个技术这样 就免费的给你 因为救人命嘛 那那个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候啊 那自然而然这样 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研发出这样的 就是能够拯救人命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看这样当在这个发行当中 请问有没有贪嗔痴 对不对 啊如果没有贪嗔痴 你就不用用所谓的这样 戒去对峙嘛 所以很多人呢 越学佛喔 都看那小小的 啊 那个其实这也是落两边啊 啊小小的啊 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样子 啊不然就看那个大大的 就是大大的就是这样 成佛 看的那么远这样 眼前的自己都没有去这样做任何的修正 所以那个像这个八部也是这样啊 你不是落入到是里面 也不是落入到理里面啊 没有纯粹的是也没有纯粹的理啊 四章当中怎样 其实佛法所讲的都是这样 是当中是怎样 唯妙的这些道理啊 也就是世间法这些 在实 其实是怎样 世间法也是怎样 在实相当中啊 那这个理呢 其实也要讲 显乎于世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 如果我们这些想法都建立的时候 其实就这样 比较圆融啊 啊不会这样 被这个这样子 人家的讲法啊又牵着走啊 怎样啊 还有在我们待会后面会讲到那个 各个中派 各个中派的部分 那中派其实他也更有各的执着 有些是很着重于这样 那个礼上啊 其实那也是 如果你没有修正到那边 都在讲礼的时候 也是怎样 一种慢心啊 也是一种慢心啊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在看我们就会比较清楚 在了解这个基本的一个认知的时候 我们在看其他的人的一个修行 或看自己 最主要我们是说 还是要看回自己嘛 因为别人修正到佛 也是别人家的事情 别人往三二道去 也是别人家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讲 我们要往哪里去 众生有时候很可爱 自己设定 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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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你从 就是说 刚才说的 种子要变成亚种 这不同的现象当中 当中没有我耶 没有我的话 有没有 你从国小变成国中 或者是你现在你要往生到哪里去 当中也没有一个怎样 可以主宰的对象 我们只能够怎样 依据佛经当中所说的 怎样 就是说 要怎么样的情形可以正到哪里 我们要依照佛经所讲的这样去做 依照佛经所讲的去做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 哎呀我们要往哪里去 那个如果是这样当中怎样 就有我 然后有执着性 有很多的那个 那就跟佛法要这样相违背 所以我们要往生 比如说有同学要往生到净土 那净土法门也有这样 净土法门的一个修持 要做到些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在这个 这个法门当中去做一个了解的 禅宗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在看 他又开 有些人在学禅宗又开始这样 落入太纯粹的理了 什么叫太纯粹的理 开口都讲不饿 开口都讲这些 哇如来葬啊 都讲所谓的第一地 可是如果在看这个 在做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 他那个很多的执着性 很多的争执 很多的那一种 那一种就是自己的想法 然后要加注在别人身上 如果说纯粹的理 那如果你讲的是纯粹的理 那个又落入到什么呀 口头禅里面 又落入到口头禅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基础的部分 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时候 你看我们在修正的时候 那个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 应该往哪里去就这样清清楚楚 如果我们在基础的部分不了解 那后面开始这样修正的时候 那就这样有时候就人家讲 然后就跟着做 然后就讲不晓得往哪里去 所以这个当中的差别性就这样很大 这当中的差别性很大 也是我们自己要讲警惕的 需要去警惕的 好 所以这边讲到啊 这个所谓的用事跟理 也就是说你看这些都是理 以理这些都是这样 佛法的一个道理在 那或者是圣身法或者是怎么样 可是这些理呢还是怎样 必须要用从现象跟实事来看 也就是说要从事来看 如果你没有办法从事去解理的时候 那个你所认知的理 它一点都不会是真正的这样 圣身法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在生活当中怎样 去修正 去修正 所以佛法没有离我们很远 就像这一种子 觉得很好 他在那边讲的 其实同学可以去掺掺看 像轻轻脆除 近似法身有没有 那玉玉环花无非剥了 你这些其实怎样 你如果能够修正道 你看到这个环花怎样 你也有办法证悟啊 你如果知道修行的话 这些其实世间这些东西怎样 其实都是法身啊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不管是任何的 像死法界哪个法界 其实佛性都一样啊 对不对 那也不真不减不死 也不会说佛的怎样 佛性就比较多 那众生的佛性就怎样 比较少 所以这些轻轻脆除也都是法身啊 那玉玉环花也无非剥了 所以要从生活上去修 没有离我们那么远 不用讲的这么玄 因为你讲的在玄妙 也没有办法契入到理里面 为什么 这个理不是用说的 也不是用想的 是用修跟正来的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在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你说它相同其实也不对 你说它不相同也不对 那这个古的相续又黏黏不断 又黏黏不续 所以也不能够说它断啊 也是叫做不断 好 那再从理政来看 好 那个中润里面也有四部生计啊 他说诸法不置身 那这就如果同学了解因缘法的话 对不对 这就很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有的那个有违法的部分啊 不是都是所谓的且带因缘 也就是说不是你想 这件事情就成立了 不是你存在这件事情就成立了 众生常常我知嘛 都把我想的很大 所以一想到任何事情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所以想到小孩子也是一样 想到那个亲朋好友 想到自己的家人 我想 然后就对对对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要知道 这当中没有个主宰的我啊 对不对 所以你想也是一回事 那是史上的种种的演变要因缘性 要种种因缘合合而成啊 所以今天会有恶难 那势必是怎样 有众生怎样 跟这一次恶难怎样 有这样的因缘性啊 所以有些人在遇到恶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这样起忏悔心的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如果不起忏悔心的话 那个其实这样因缘性 如果这样 我们说从因到果中间还有缘嘛 这就是所谓的忏悔就是这样 我们把这些果 那个增加一些怎样 善的因缘性啊 能够让这样果承受 呈现出来是怎样 就比较小 那也多跟众生结善缘也是这样 那在这边呢 我们也是这样 这辈子所做的东西怎样 要多做一些善的东西 那想法也是啊 不要有太多的负面 不要太多跟这些贪嗔痴相应啊 所以很多东西你看 那个我们在看有些人 那个预言啊 或是有些人什么什么的 好像讲的很玄妙 其实也不会啊 以佛法来讲 这本来就是怎样 就是这个样子啊 本来就是我们心内怎样 累生累结当中种种造作 然后成就的嘛 所以跟 当然跟我们的心有关啊 所以在 如果你能够了解佛法的时候 你在看有些东西 你就讲很清楚 本来就是这样啊 众生看到一点点 然后就很高兴 你觉得这样子 然后就跟大家讲 其实你如果了解佛法 本来就是这样啊 你本来你看 很多人在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些好事情啊 你要去帮忙人家 你要去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这不是都是课程里面在讲的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本来就是这样啊 以佛法来看这世间法的时候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诸法不自身这样 都是因缘性合合 所以怎样 才能够怎样 成立嘛 所以也不叫做生啊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也这样 以佛法来讲这样 诸法怎样 不生不灭啊 生灭是我们用像 像的那个 就根根层交涉那个结果 认为它有所谓的生跟灭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如果用因缘性来看的时候 请问什么叫生灭 那也不是我们这个东西讲 种子来讲 不是因为 如果说本身诸法自身的时候 那你如果就是说生为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势必发芽 因为怎样 我们有种子就成立了 那有种子就一定能够发芽 可是不是嘛 你这个种子如果要发芽这样 要空气水 然后阳光 然后土壤 然后种种的种因缘合合而成 这个种子才有办法这样成熟为芽嘛 所以诸法怎样 不自生 亦不从它生 我们看到好像 种子好像是这样 是从那个发芽好像是怎样 从种子而生来的 对不对 其实大家想看看 如果你说是由它生的话 我们就刚才就讲了 有种子就怎样 势必能够发芽嘛 那也不是啊 对不对 那一样树木啊 我们看到树木结那个果实 对不对 我们会认为这个果实是由这个 如果看像的话 树木就长 那个果实就长在那个树上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果实就是有 从那棵树这样所长出来的 那可是你如果从因缘法来看呢 你要长成果子 那开玩笑 你必须要怎样 你必须要怎样 它在开花的时候没有被虫给咬掉 那个像现在天气啊太过炎热了 有时候像之前缺水有没有 缺水的时候很多的那个我们那个水果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果实是从树木而生的话 那有这个树木果实就一定要是能够生得出来 不会有任何怎样生不出来的一个怎样结果 所以怎样也不是从他生啊 而是怎样 众因缘合合而成啊 也不能叫做生啊 对不对 叫做成 好 不共不无因啊 事故之无生 这其实都怎样 本来就是怎样 很多东西怎样 众因缘合合而成 不是怎样单一个因 怎样 这个东西就怎样成就了嘛 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怎样 在这当中怎样 这本来就是无生啊 终生是怎样看这个像 果树怎样生出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果实是从这个树而生 如果你我们了解因缘法 然后能够去思维的话 本来就没有怎样生这件事情 所以万法非自生亦非他生 自有不得未生啊 那生也不可以叫做自有 万法无自性故无他 自他的对立有没有 这个我们刚才都讲了 所以如果以万法来讲 他是因缘性合合而成的话 那请问我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没有我没有自就不会有他 这个其实是一种对立的观念 如果当我没有我一个 我从这边 例如说我们刚才说 我在这里你们叫做过来 我到你们那边就是过去嘛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主宰的我的时候 就没有比了 所以无此亦无比 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那边 就没有他 好 好 那既无 怎样 自他的因素 又怎么可能有共生呢 所以万法这样 虽然不自生 也不他生 也不共生 然后也非这样无因生 有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的因 就生出来了 又不非这样单靠单一个因而产生嘛 也不 你也不能说他怎样 没有因他产生的 我们就说怎样 那如果这句话成立 那因果就不成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 如果无因生就不符合这样 因果论 因果的那个定律 对不对 所以有这四个不生的道理就是这样 万法本来就不生 那既然不生哪来的灭 所以不生不灭 未知为将空 中啊 未知为将空啊 那在中论观叶品里面有讲到 朱叶本不生啊 本来叶这样 本生就这样 不生啊 以无定性故啊 朱叶本不灭 也就是说 叶 叶如果没有我 啊 请问叶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 他的根本 观这个叶的本身 性本身也是空啊 因为叶本身也是有违法 也就是说 你今天要受 就是说有业力的一个 那个 你今天要变得很有钱 我们就说啊 你就算累生累劫当中啊 好 那你种下一个富有的因 那你今天在这个情形下 应该怎样 那个果要怎样 很富有嘛 啊可是当中还要有缘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种种的祝缘啊 能够让你这样 如果你生 就算你这辈子这样 有这样的因 可是怎样 那个缘如果不成就的话 你也没办法成就啊 好 所以怎样 因跟果中间怎样 当中也是无定性啊 也就是没有 没有一定是怎样 你看我们知道 那个陶土 要变成瓶 是不是 那陶土也可以变成碗啊 陶土也可以变成 就是种种啊 任何器具 只要是陶做的都可以是怎样 那个 就是都可以由这样 陶土而来嘛 所以你说当中有个定性 这代表这样 如果身为土 有没有 身为陶土 这个所谓定性 如果有陶土 这个就一定变成瓶子 这叫做定性 可是其实有陶土 陶土也可以变成碗嘛 也可以变成花瓶啊 也可以变成那个盆栽啊 种种变化啊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要用那个表象 也就是用像来解的时候 同学就很容易懂 要用因缘法去解 好 那所以十二门论里面有讲 先有则不生啊 先无亦不生啊 有无亦不生啊 谁单有生啊 对不对 一样啊 就是说 很多东西如果当中没有一个我 那请问谁在生 对不对 那我们都认为有像嘛 有这个我的像 所以我们认为有所谓的生命嘛 我今天这个摄生存在 那个从培养开始 然后认为这是一种生嘛 用像来解 好像出生哇哇叫做生 那你在胚胎的时候不叫做生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如果你去 那个用佛法因缘解当中 去解的时候 那个文字有没有也没有太大的这样 意义存在啊 没有所谓的神秘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方面有物质的就有空间啊 我们就说 那个以时间来讲 有没有 在中论的去来品里面有讲 以去无有去 对不对 未去亦无去啊 离以去 未去啊 去时亦无去啊 这个去是事物的动态 啊动态当中呢 必须要有时间空间嘛 例如说 我早上从那个 我们常住啊 讲堂这边来到这个台北这边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动态 我们因为执着看到有这个像 认为有我 所以有一个移动嘛 从这边到那边嘛 那又有一个种种的 例如说我们在坐车 哒哒哒哒哒哒 一直交涉 那一个直线性的 然后我们就认为有个这样 我们是从早上六点多 然后开始出发 然后可能八点多到这个佛陀教育机会 然后讲完十二点下课 然后又回去 对不对 我们认为有个动态在 对不对 那是因为有这样 我们念念当中有我 然后又有根根成交涉这些东西 然后一个时间系 所以在这当中不是产生空间而已 还要产生时间 还要产生时间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在看那个佛际里面 你往往都讲 哇三大阿圣奇结 然后多少结 同学看到 哇师父这个怎么修啊 我们知道什么叫结嘛 结就是呢 一个城堡里面啊 你把它放满了种子 一百年拿一次人日时间 一百年拿一次一百年拿一颗 只能拿一颗 拿完了 那个 那个种子都拿完了 结还没有进 那我们会开始讲 师父你看那个 动不动就是多少阿圣奇结 动不动就是多少大结 然后这个 这个要修多久呢 那因为时间如果是我们攀岩来的 所以怎样也是怎样 虚妄向啊 所以不要去执着那个时间 我们就说 当你起步 在这当下发起菩提心 该做去做 不该做不要去做 然后呢 这个怎样 当下这个心就是这样 跟佛心相应啊 这众生的心就是因为怎样 有时间有空间 所以怎样 一直在轮回当中啊 如果我们修正到怎样 无我相 也就是没有这些时间 空间的一个怎样 形塑的时候 那怎样 就算是怎样 三大阿圣奇结又是怎么样 又怎么样 对不对 也是怎样 我们攀岩来的啊 也是我们怎样 交涉来的啊 所以你看物质的本质究竟是怎样 不可得啊 所以时间跟空间呢 都是怎样晃有的 也就是想骗迹所值啊 因为我们讲 念念当中讲 都是跟根层交涉 产生很多的执着性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因物故有时啊 因物故有时啊 那离物何有时啊 这同学也可以去想 所以时间到底在哪里 到底什么是时间 因为我们跟根层交涉这个东西呢 我们已经这样 根深蒂固了 所以一直认为有时间跟空间 那同学去想看看 用因缘法 用种种的方式 就是用佛法的方式去想 请问时间空间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所以我们看到 以中观来讲 连你的时间跟空间都破斥掉了 也就是说 连空间跟时间其实都这样 都不可执着 也不可抓去 那他这边讲到 如果我们这样 能够通通把执着性这样 不管落入哪一边的执着性了 通通破斥掉之后 那自然而然就叫做 能够这样 空 毕竟空这样 网如有的真空 妙有的一个境界 然后呢 这就是这样 绝对中道的一个境界 那中道的境界就是 先破有跟无之间的一个执着性 然后能够正入 好 后面也是在讲 不管是中道的境界 或是诸法实相的境界 都是这样 心形言语断 也就是说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 靠我们的心念 念念 然后去思维去怎样 就能够了解的 这个如果 唯有我们这样 心形 心形也断 言语也断 然后也这样 无生亦无灭 然后极灭如虐盘 这才能够入所谓的 那个诸法的实相 所以就不用讲 用太多的言语去这样堆积啊 如果用言语去堆积 所有的言语这样 都还是这样 落入哪一边啊 不信同学去想一句话 这句话 无我 然后也没有方位 然后也没有有无 然后同学去想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对不对 好 没有这样的一句话的存在 所以言语是怎样 非常的怎样 其实会非常的这样 微薄啊 我们常常都把我们的 因为我很大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 言语我们都觉得怎样 非常的怎样 实在真实 然后而且扩大 可是其实呢 所以我们会有产生枕变 如刀 就是说像刀一样 尖锐 然后能够怎样 置对方于死地 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们这样 如果你能够要进入到 诸法形象 是心形言语断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不是用你这样 那个嘴巴讲 或是怎么样 就可以到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 这边有讲到 那个龙树菩萨 就是用那个否定 否定的论理 有没有 我们说因为 如果是心形言语断的话 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怎样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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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怎样 通通都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所以用否定法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空有二门 中道的妙用 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怎样 空一个是有 那说诸法空呢 是真谛 说诸法有 是俗谛 我们知道 就是怎样 你讲到什么 都是诸法 其实空的时候 号称的 所谓真谛 其实怎样 还是怎样 要用世上修 怎样 去修正道 好 所以真俗 两个也是这样 都是实相 只是说法不同 对不对 你的理当中怎样 也是寒色的识 你的识当中 也是寒色的理 就像这一句诗一样 同学可以去掺掺看 掺掺看这一句诗 掺掺看理跟识之间 其实这样 互相圆通的一个这样 道理在 好 那龙树菩萨 那个 之后呢 兴起的那个学派有 五卓还有士庆 五卓士庆 大哥是五卓 二弟呢 是士庆 三弟是施子学 他们都是一样 都是从那个 萨婆多部出家的 那大哥呢 这个五卓 长老呢 学的是小圣的教法 他非常用功 很快就修到 那个小圣的空观 也就是他已经修到 到我空了 可是他心里面 就觉得小圣的教法 不够彻底 于是呢 这个五卓长老 又进一步转学这样 大圣的教义 那对大圣的菩萨道呢 他就有很精深的研究 所以你看这也是因缘性啊 对不对 他先在哪里出家 那个出家之后呢 不一定这样 因缘性 马上接触到大圣 那也是从小圣开始 再到大圣 好 那士庆长老呢 一样开始他是也是这样 信仰小圣 他对文学跟小圣非常清通 可是他心存偏见 所以利用这样文学的特长 造了五百步的论 来怎样毁谤大圣佛法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时候人不知啊 人的一个就是 视野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就做很多的决断的批评 或批判 其实这个都这样 予己无异啊 对自己来讲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个有时候观念建立了 我们这样 也要能够这样 破除我们自己的执着 也要花很多的心力啊 所以很多东西我这样 就不用那么多的那个想法跟执着性啊 有时候随顺一下因缘 你看到什么就要批评什么 有时候是因为这样 不了解 然后所以产生的批判 那个其实 那个果呢 不会因为这样 那个因的时候你不知道 所造这个果就不用受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主张大圣的教义不是佛说的 那这个 这么精深的这个大圣的教法 如果不是佛说的 那请问谁能够说得出来 对不对 也还是怎样 那个如果一般的人都用那种就是相来解 那个种种的 那个以前的佛的弟子都是什么 小圣的根基怎样怎样怎样 那个 我们知道如果佛法是怎样 心形触灭的话 那何况只是你用这样 这样的小 那样的微薄的相就要怎样 去做判别 那就太微薄了 所以你看 我常常说 人所能够认知的就是这么少 在这么少的认知的时候 却是怎样 很大的我见 就是当中建立了很多的 我认为是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然后就对别人的想法这样 就批判跟怎样 否定 批判跟否定 所以你看三地狮子学 就信奉小教 小圣的一个教法 那他抱着比较明哲保身 自己相信 可是他没有造论 反对大圣 所以世青比较麻烦 他还会毁办 所以吴卓长老 然后学了大圣 学了大圣以后知道 看到是恶地 世青 自己不相信就算了 还怎样 照了五百不得论 大力反对 还有毁办大圣 那这个会有一些苦暴在 所以这个吴卓长老就装病 然后找世青来探望他 那见面的时候 那个世青就说 他的重病是因为 他才产生的 因为他这样毁谤大圣 他会很害怕 他未来的结果是怎样 逃不出三土二道 所以你看也是世青 世青也是有一些善根因缘 不然的话同学常常这样 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你用正法去跟他讲 或者是用一些正确的东西去跟他讲 他都不听嘛 对不对 那所以世青 虽然他的一些观念不太对 还有毁办大圣 可是他还有一些善根因缘在 所以在他大哥讲的时候 他可以愿意去这样听嘛 愿意去这样改变 所以在大哥讲的大圣教法之后 就有了误解 所以我们常常说 你要去劝对方有没有 有时候有些人他有一些想法 想要去劝对方 如果我们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人家你在讲的时候 人家不听的话 我们就讲一次就好了 不要再讲 再讲也是多余的 或者是怎样 如果我们更有智慧一点 就找一个怎样 对方会相信 然后听了以后怎样 对方讲的那个人会相信 而且会去改变的这样的人 去劝说 这样才可以省很多的功夫 要不要 我们常常认为 因为我来跟他讲 有时候怎样 你讲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因为对方没有再怎样 行到嘛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 有时候我们可以 如果说能够怎样静下心来 很多东西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 就知道怎样 还是要找一个对方相信 然后能够怎样 然后能够怎样 能够怎样 而且能够对方讲会听的人去劝 然后 好 所以他懊悔呢 以前毁谤大圣的过错 他就开始这样悬崖勒马 悬崖勒马 然后怎样 办案收反了 好 所以呢 在世青就开始这样 积极地宣扬大圣佛教 然后你看他之前照了五百步论来毁谤 对不对 那现在照五百步的论来怎样 弘扬大圣 然后赞叹大圣的教义 还有一些著作 世青的那个寿命很差 我到八十岁才元吉 那那个在那个玄奘大师去 那个印度取经的时候 也有亲近过那个 那个于潔大师这个戒贤论师 就从他那边学了于潔教义 然后后来回来就成立了这样 法相中 所以在于潔师弟论里面 有讲到世间还有初世间的修正 因果的种种差别像 所以于潔中又称为法相中 那这个于潔一派的学书 很长的时间都受到这样信仰 信从个这样传承 那也是一样 在这个就是那个于潔学派 很盛行的一个时候 所以不管是任何宗派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因为这样 因时因地因人 种种的因缘性和和这样 就有所谓的心盛 因缘性如果这样不和和而成的话 就开始这样衰败嘛 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人生本来也是这样 总是有那个就是正在 非常的幸福快乐的时候 那也会在低潮 然后挫折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在挫折的时候 要告诉自己这样 无常的存在 所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 就是能够再往上 这样才能够这样 所以同学都很不喜欢无常 就觉得无常好像就是一个很 不好的一个观念 那个因为无常会失去 会是怎么样 可是无常也是这样 因为在你没有的时候这样 获得到有 这当中也是无常啊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从一些低潮 然后到后面就怎样 就是不管是富裕啊 或者是那个幸福啊都好 那个也是一种无常的视线 所以很多东西都在演变 在我们在就是说 例如说在遇到一些恶难的时候 或者在一些挫折的时候 更应该这样 把我们的心思能够沉淀下来 然后做一些省思 然后再这样重新再出发 所以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挫折 人家说烦恼及菩提就是这样 反而有时候也是一种提醒 当我们生活很顺的时候 像之前很多 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就说 他们出国啊 今天一个礼拜 或者是有的人就这样 两三天为了去吃一顿大餐 然后就又从其他国家回来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生活就是这样子 那当他现在大家都没办法去出国的时候 那个就是自己面对自己啊 你当我们常常会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外在别人引起的 别人造成我们的不愉快 别人造成我们的烦恼 别人造成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推给别人自己就没责任了 对不对 好像都很很很很顺淡 可是现在呢 像疫情发生了 大家都在家里 可是这样 为什么心情还是不愉快 也没人能力啊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面对你自己啊 心情还是不愉快 然后还是觉得这边不好 那边不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还是我们自己这颗心在 在在那个作用啊 有时候当你的我职越大 然后执着性越多的时候啊 那个幸福跟快乐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幸福的定义 那个框架就是这么小 你要能够射中目标 那你自己幸福快乐就很难 可是我们的那个烦恼 却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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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啊 所以像我们在学佛之后呢 其实有时候反而自省 自省还有一些能够观照的能力 这个其实是反而是日常当中 比较重要的 那至于是有些人就说啊 师傅你看有些人很有钱 有些人中大奖 有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如果透过修行之后啊 你反而会觉得怎样 反而那些执心的啊 那些想法 想法没有很复杂的人啊 反而是怎样更好修啊 因为怎样执心嘛 还有像这样很不平常的一个时间点 那大家如果能够放平常心的时候 就该做什么你还是就做什么 政策规定就不能出去 尽量少出去 那就尽量少出去啊 可是在家里 那个像现在发现每个人怎样 在家里都变成大厨师 为什么 哇那个我们就看到那 YouTube上面很多那一种在介绍就是 怎么煮菜的 那点播率就很高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出去吃嘛 那回来就还面对要吃的问题 每个人都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大厨师 所以在这当中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人生其实也是很无常 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都必须要学会 然后去面对 去处理 这才是学佛啊 所以种种的关照 种种的那个自己内心的一个调整 就是 例如我们就说啊 有些人啊 曾经有一对夫妻啊 那个太太已经退休了 太太退休之后啊 都会嫌先生说 哎呀你看那个动作 不是太太退休 是先生退休了 太太还在工作 然后太太老是嫌先生说 哎呀你看那个谁啊 动作这么慢 反应那么慢 叫做什么 他就这样拖拖拖 可是对那个先生来讲 我那么快干嘛 你想看看 我退休了 我时间那么多 你什么东西都那么敢 我又没有在上班 我干嘛那么敢 所以 这就是我们要 关照人家的一个处境 不是说看自己 以自己的标准 然后去做种种的要求 这就会产生很多的争执嘛 所以很多东西学佛还是怎样 回归到很基本的 就是这样 一些环境的一个这样 观照 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观照 凡事怎样 不用想的太复杂 简单就好 像插花 我们就说那个 那个花艺啊 为什么称为花道 还有茶道 为什么称为茶道 你看茶道到那个日本 到最后面 他们所说的煞吉 就是把所有的多余的动作 多余的东西 通通这样删除掉 就留下那些必要的 然后怎样 那个非常的简单的这些的事物 或者是说 这样的东西 其实反而呈现出来 那一样 真如其实也是这样啊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 将真如给呈现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当中 这些杂质烦恼太多了 所以被这些这个 那个尘埃给覆盖住 我们的这样 那个就是埋藏这个宝珠啊 就是我们的如来本性啊 如来真如也好 太多种称呼了 你看众生真的是这样 很麻烦 一个如果说立根的人 执心然后简单的人 你跟他讲如来真如就够了 对不对 一般的人这样 哇还要有不同角度的一个讲法 种种假名 他有办法去这样说服他 所以我们就知道佛菩萨的辛苦了 因应这些众生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其实这样 在生活上面还是要着手啊 总是怎样 要修正嘛 既然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 这些自爱性都去掉了 我们自己怎样 那总要起 未来到底要往哪里去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一些宗派 那再来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密教的流行 密佛灭后啊 在经过了一千六百年 最后的三百年间啊 就密教就产生了 那最初就是那个荣树菩萨 在印度南方开了铁塔 那由金刚煞渣 那由金刚煞渡 传授他那个秘诀 也就是金刚戒啊 还有那胎藏戒 这两部的秘法 密中又称为这样 余且 余且 余且两个字就是这样 相应跟那个鬼子 相应跟鬼子 他那个就好像是火车的轨道 所以我们修行密法一定要这样 按照余且所说的鬼子去做 才能够得到这样相应的效果 也就是人家怎么教就要怎么做 所以中国的玄奘法师呢 到印度之后啊 就曾经参拜那个荣树论师的那个弟子啊 荣字丧师啊 像中国的义境法师啊 到了印度之后啊 也刚好是密教圣行啊 所以他为了仰慕这个余且密法 就曾经参加然后入坛 然后丙授这样灌顶的这个密法 有些众生的话 你跟他讲这个 这些种种的显现 就是说种种的道理 他会觉得哎呀是这样吗 哎呀怎么样 他就喜欢这样 那些就是有些遗鬼啊 遗事啊 然后所以有这一类的众生 也还是有这一类的这样法门 能够因应啊 那这就密法密中的一个产生啊 那再来就是这样 由善我 所以我们这个前面所看的就是这样 那个密中开始这样 就是沉过来慢慢的延伸 所以密中的修持的方法 由浅到深也分成四个部分啊 第一个是着重于竭力那个坛场 修色种种的供养 那这是岔地利比较容易做到的 所以你看 那这边还是怎样 有分阶级啊 他们在修持的时候还是有分阶级啊 那第二行步呢 是以念兽咒语为主 那相对于要结坛啊 修贡 因为如果要结一个那个坛场的话 那个需要很多的那个耗费啊 那一般的人比较 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 沉地利他们那个阶级不一样 所以一般的那个知识分子 像婆罗门的 他们就只能够这样 比较简单 就是念诵 咒语的部分 那再来呢 第三个余缺步的部分 就是要手结印 心观想 然后口颂咒 所以很忙 那个 让自己的心思这样 不要散乱到之 这个就是这样 尽量能够这样 我们心思能够这样 集中在手印上 或者是在心的一个观想 或者在嘴巴的一个 那个咒语上面 那这些结堂供养啊 只要一般就可以了 不举办也可以 这个就比较属于一些商人 或工农人的一个修法 好 那 再来呢 无上余缺步 这就又分成三部分 这三种的余缺呢 就是比较属于那个地下阶级的 像这些丹陀螺啊 杀猪屠夫这些的修法 那我们认为这四种的这些 就是不管是哪个余缺 还是那个都有他这样 跟内部互相联系的一个道理啊 前三者呢 像坐步行步余缺步都有具有这样 无上余缺步的一个精神啊 能够互相融入而进入这样 无差别的境界 所以用这三个 那个可以讲修正可以讲 融入到这样 没有差别的境界 也就是平等的一个境界 那这样看来余缺在那个 当时印度的四个种族当中啊 信仰的那个教徒都能够修持啊 如果到无平等 无差别的那个境界的话 拿来四个种族啊 拿来阶级的四个分别啊 好 所以你看众生都常常都把法 修法是法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日常是日常 生活是生活 没有办法整个这样圆融贯通啊 理跟事没有办法圆融就是这样 那所以礼是礼 然后事事事 修正到无差别的 然后可是修法还是这样 四个种族各个不同啊 所以余缺密教呢 在印度盛行有这样 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那这个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后面呢 还有分成巴黎语系 跟泛语语系的一个佛教 这个就是一样 好 在那个巴黎语是佛在那个摩切摩街陀国 那一带用的大众的语言 比较通俗啦 比较通俗语言 所以是佛在讲经说法都是用这种语言 好 可是这种通俗的在那个语言 就是巴黎语呢 在印度不通用 那现在是靠着佛教的经典才把它保存下来 那巴黎就是讲义翻译的话就叫经典 那古代那个印度的风俗习惯 就是把各种的经典或书籍的部分用口传的方式备受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结极的部分也是用口传啦 佛如是我闻有没有 佛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还背诵下来 然后那个底下的人说 对我也是这么听佛讲 然后他们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早期这佛经最后面的那个形式也是用口传的方式 好 那不注重用苏显的方式 所以后面的结极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很多的你看不是就是一种种因缘合合而成嘛 对不对 因为因缘性就是这样 所以有一些演变 所以有些人就很可爱 那个佛为什么当初不在他讲的时候 弟子就在旁边讲 操操写写下来就好啦 对不对 干嘛要等到后面佛灭了以后 还要担心说法会不会这样流传不下去 所以宗师你看一看到像就开始起批判的心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可是人家有人家的这样背景嘛 那个演变的背景也好 然后那个生活的模式啊 价值观也好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 就对他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想法跟批判 可是你看那个人家佛呢 是深知他怎样 哇为什么来这边投胎 然后为什么怎么样 种种的因缘性都清清楚楚 人家佛才讲这个他的一个过程一个怎样 一个本身的一个故事啊 那你看那个众生啊 还看到眼前哇就那么多的批判 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世青菩萨 不要批评大圣 那也是他的因缘啊 因为学小圣相应嘛 所以很多的批判 我们觉得你不要去看眼前 做很多的那种不必要的一个批评啊 我们看到那个公元五世纪啊 摩基尔陀国的一位大圣 大德高圣啊 就决因法师到那个西兰去 然后重新用西兰啊 的那个申且罗文啊 才把巴黎文啊 这些经典全部记录下来 哇你看还要有那个 因为我们就说 你那个经典能够流传下来 真的是因缘性非常的殊胜啊 对不对 从佛奖 地址没有就是一本 那个他们那个民主性是没有 没有把它写下来的 那到后面结集还要有 大阿罗和五百位这样子 结集下来 那结集下来之后呢 法就能流传吗 语言不同 还有这样 距离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还要有那个法师去那边 他还要精通那边的语言 跟精通就两边的语言 他才有办法翻译啊 才有办法翻译 他翻译下来之后啊 你要流传过来 还要怎样 有怎样 有人去请经啊 那个千里迢迢去那边 把经典给请回来 所以我们在看 现在看到那个经典啊 有没有到处都是 但是同学就怎样 拿来容易当等闲 我都不知道这个因缘性当中 哪一个地方如果怎样 因缘性不具足的话 经典就这样 没了耶 那个法就这样 没有办法流传下来 所以同学常常都把一些很 珍贵的东西当等闲 当等闲 例如说像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些缺水嘛 没有缺水之前啊 那个水这样 用的时候都这样 哇就让他流利 然后反正 台湾是怎样 水费不贵嘛 不贵啊 那后面呢 现在这样缺水 才知道水的珍贵 一样佛法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怎样 经典好多翻译的 可是同学要知道呢 翻译 然后很多的那个版本 很多的佛经在 好像觉得这样 没什么嘛 到处都有 没什么嘛 可是你要能够懂得佛法在讲什么 这就有什么啦 还能够怎样把它流传下去 这就有什么啦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很难讲 因缘性的一个演变啦 如果没有在这当中没有去珍惜 很多东西都很难讲 我们就举这简单的例子啊 出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 那可是你看 哇当疫情发生年出门 这个简单的事情都变得不简单了 你没有带 你要去买以前买东西 钱带了就可以了 你现在没有带手机 还要所谓的那种失联制 还要尽量少出门 出门还有那个风险 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这样子了 然后就大家要去面对 要去面对跟处理它 有时间我们就做一些自行 做一些忏悔 然后或者是送一些金呢 能够回向给这些 像疫情发生这些往生者 或者是怎样 受伤者 那往生者能够往生净土 那受伤的人呢 我们让他能够怎样 当下做一个回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 那泛语呢 前面讲的是巴黎文的部分 那泛语就是古印度的一种 比较文雅的语言 同学如果学那个泛语啊 泛语实在是那个变化很多 像后面所谓的音变 前面的那个字母怎么样的时候 后面就产生种种的音变 那他们那个就是为了 那他的那个泛语在念的时候 那语调特别的优美 为了要优美呢 就花了很多的那种时间跟精力 好 那所以叫做文雅的语言 那印度人呢 自称是泛天的后裔啊 所以他们的语也就称为泛语 那也是泛天之语啊 然后佛教在讲玉界以上 有讲色界十八泛天 然后就有个大泛天丸 那泛就是清净 那北传的这些经典啊 也都是从泛文翻译来的 那也有一小部分是从 讲巴黎文来的 好 好 那印度佛教的一个流行啊 就形成了南传佛教 传过来以后就变成南传跟北传 两个不同的语系啊 不同的语系啊 这些同学可以自己看 大概哪边是属于在南传的一个佛教的范畴 还有哪边是属于一个北传的一个佛教的一个范畴 好 那佛法在东传到中国在华的一个初传啊 这有很多种说法 有些是说在汉明帝的时候他在做梦 梦中就看到一个庄严的一个金人 一手拿弓玉 然后拿两支箭 然后就在讲那个金卵殿上飞来飞去啊 所以他就那个地就问他的那个臣子啊 这是谁啊 然后他就说有那个西方有个圣人叫佛啊 说不定梦到这个就是这样 一弓有没有一个人啊 然后拿着一个弓啊 两支箭就叫做佛 因为你看有这样的梦 你看 所以你看那个很多因缘性就这样子啊 当他是有这样的因缘的时候 就这样中中演变让他这样佛法能够传进来 好 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 你看那个再怎么样这样哇 那个都很困难啦 所以要为什么要多结善的因缘就是这样 当你有需要什么的时候才能够这样 比较容易成就啊 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 那汉明帝也就请人家开始这样 去把这些经典给这样请回来 就后来有翻译了所谓的四十二章经啊 那从国王开始 宫殿开始信奉之后啊 就开始流传到明街了 那那个汉人最初发心出家的就叫做什么 就是诸事刑法师啊 也是第一个和尚 这些种种的因缘性同学可以自己看 那后面还有就开始那个创立戒堂啊 然后传授怎样三坛大戒 好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才开始有所谓得这样 比丘跟比丘尼嘛 好我们知道那个佛法这样 佛然后法 然后现在僧人俱足了 就佛法僧俱足 好那所以金律论三藏的一个教法呢 然后在古印度是用巴黎文跟梵文结集的 好就翻译过来 好那安世高呢 别号叫安清啊 是安息国的弟子太子 他精通禅学 常常就叫人家用那个安班首译法 然后调色我们出入呼吸的一个气息 收色旺心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呼吸 当我们的想法很杂乱散乱的时候 我们的呼吸也这样 比较粗重粗糙 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关心一下我们的那个呼吸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的向外的这个意念 收色回来 关照我们自己本身的呼吸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个收色的动作 把我们言耳逼舌生意 还有对这些色身香味触发 这些对外的交涉怎样 能够收色回来 好 所以很多的一个方式都是这样 让我们的心不要散乱 让我们心不要散乱 那收色回来以后就这样 赃出一心 那当你成功就是功夫成熟啊 就能够怎样得到怎样三昧禅定 那这种修禅的方式就等于是这样 六庙门的一个参观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六庙门 六庙门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属席门啊 那上条生席啊 属席就是一到十 也就是我们在那个 我们就是说我们眼睛常常这样子交涉啊 耳朵啊 这种种我们六根都会跟六层交涉 然后就产生很多的情绪烦恼啊 那这个属席呢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回归到看 观照我们的呼吸 一呼一吸然后算一 一呼一吸算二 一呼一吸算三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再来就是这样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啊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我们刚开始乱的时候啊 就是现在的人啊 想法很多烦恼很多 然后在那个没办法收射的时候 这个方法可以用一下 啊这个不是说整住箱 有些都是坐打坐都坐在那边 从头都在熟悉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熟悉本身也是一种想法 也是一种那样念的 那个动念嘛 对不对 啊那个 我们用这个方法是让我们的怎样 思绪慢慢的沉淀下来 啊就有看到一个一个居士 不知道在哪里学的那个禅数 那那个就是他从头到尾都这样 整住箱坐在那边就开始熟起手 然后数到后面 师傅啊前面一呼一吸一 一呼一吸二一呼一吸三 好像还可以 啊后面常常这样算到三四五 又开始这样乱掉 然后又开始这样起烦恼 哎呀怎么又乱了 你看你看众生就这样了 你看那个想法就这样一连串啊 所以我们是说你刚开始乱的时候 用一些对峙的方法可以 慢慢的我们失去如果这样平静下来的时候 就这些方法也是一个这样过度而已 你就要把这些方法给放下 然后就是这样放轻松打坐 打坐的时候呢同学会觉得那个念头很多 这很正常因为这样我们是思虑的 那个特色就是思虑嘛 所以就想很多 那在我们关照到我们念头升起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看到 哎这边的灯光很亮 有几张灯 怎么样怎么样 后面也连续很多想法 其实我们在看想法第一念当中 哎这边很多灯那就好了 我们知道有这个念起就好了 不要继续这样攀岩下去 这其实就是一个训练功夫啊 藉由一些属性先让心思沉淀下来 后面其实怎样 如果我们可以心思乱都很正常 藉由打坐其实可以把那些沉淀的 那个浮动的这些就是那个沉的部分 慢慢的这样心念的部分慢慢的沉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东西跟观照这些东西才会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一般的人心念都一直随着这些静在转 然后就怎样都一直在散乱的心当中 然后所以有些人在打坐以后会说 师傅为什么打坐以后心特别乱 其实不是打坐以后心才乱 是我们现在就心很乱 可是怎样 因为我们没有把一些那些尘埃 然后沉淀下来 然后而且我们是这样乱惯了 所以你不觉得他乱 那乱没关系 借有一些方式沉淀下来以后 然后就这样 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放轻松然后继续做 继续说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二随门呢 这边讲到啊 就是以一算到十 然后以色乱心 这是怎样 入定之要啊 那其实如果我们心不乱的话 其实方法就是怎样 对峙啊 所有的方法其实都在对峙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就像心平何须慈戒 同样的道理 不一定要有方法存在 好 那所以属习为妙门 那第二个是随门 细心依习啊 知入知出啊 未知怎样 随习 也就是我们可以这样 关照我们的这些 那个 那个呼吸啊 知道怎样 入 然后知道出 这就叫随习啊 也是一样 把我们的怎样 种种的这些收摄回来 注意在 就是那个注意在我们的呼吸上 那若强存数啊 则有怎样 情念之思啊 所以 应该要放属席啊 而这样修随席啊 那入食之路 初食之初啊 啊 残短的软易息之啊 这其实就是在看我们的呼吸啊 观照我们的呼吸 那没有再算了 可是对我们这个呼吸呢 我们去观察 是 是比较粗糙的呢 还是比较维系 是比较长还是比较短 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观照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 那我们能够怎样 念头怎样 其他的念头怎样 先放下 先沉淀下来 然后让我们的念头 注意在我们的怎样 呼吸上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去对这个呼吸做很多的判别 好 那同学就会问 要干嘛做这个动作 这是众生的需求嘛 好我们一般来讲 那个日常当中乱惯了 好 啊叫你那个心思能够怎样 沉淀下来 不要乱 你一定会说 师父怎么可人 好 啊你叫他不要想 他还是继续想 所以呢 为了让你把这些东西放下来 先给你一个可抓取的东西 要千万要记得 这个可抓取的东西也是怎样 在你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还是要放下 就有听过一个居士 他在说他那个 那个打坐啊 啊半个小时要观佛 啊半个小时要熟悉啊 这其实都太忙了 其实都太忙了 你心思真的已经乱到 没有办法打坐 那就怎样 惊醒啊 或者是打扫一下 然后让自己的心 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 就上座 那上座的时候 如果还是有点那个 那个就是乱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方法 稍微用一下 啊如果不觉得 这个没有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以后 就这样 这方法也需要放下 要不然后面 会变成一种执着性 只要上座 没有用这个方法 你就没有办法做 啊再来就是怎样 这个方法本身也是很多念头 对不对 好举个例来讲 你说的所谓的水洗 对不对 好就是去观照那个 那个呼吸 是长是短是忍是软 对不对 好当你观照到 嗯我的呼吸是长的时候 会不会衍生其他的想法呢 会吧 如果说心真的都没那么乱 也就不需要去观照呼吸了啊 那你去观照这呼吸 势必是心有一些起伏嘛 啊所以你观照到 常的时候你会想 哎呀 这现在呼吸比较长哦 哇又有眼神的想法 又开始这样 乱了 又开始这样 散乱心了 那第三个是子门 也就是习心静律名为子 行者虽然依随习 然后能够心安明静 那若心依于谁啊 这又起起想之乱 有没有 刚才讲的啊 有没有 你讲随习 然后怎样用久了念头又起了 反而怎样也是一样乱心 又开始乱心了 所以应该要怎样 随舍随而修止 也就是怎样 要把这个方法放下 然后修止 啊止就是宁心那个积虑 然后心无波动 啊这其实就是 当我们的心比较安定的时候 就是直观打坐 那渐渐的一些那个念头跟尘埃 就会随着这个打坐这样 慢慢的沉淀下来 慢慢的沉淀下来 那第四个是观门啊 就是这样 分别全息之心啊 名为观 那行者虽然因子啊 正到那个出禅观啊 禅定 修到禅定 可是怎样 还没有会还没开发啊 啊所以无名的心啊 又贪着于定 啊所以要观心分明啊 知道这五蕴的虚妄 然后要迫失颠倒啊 然后我还有我这些种种的念头啊 所以那个观门的部分就是这样 用智慧啊 我们说你讲到观 并不是是观想而是怎样 用智慧去怎样理解这些事情 用智慧的方法去解决叫做观 那五蕴门呢 就转心怎样 反照名为还 那行者虽然修观照啊 那可是 既我还能够怎样 转照而破颠倒 那如果既我之祸的话 就有怎样外道童 也就是说你在修的话 那个蕴门是要怎样修到我空啊 也就是怎样 指我之道自亡啊 然后无肉的方便自然而然 所以称为还 那如果能够修到我空的时候呢 自然怎样 进入到第六个竞门 心无所依啊 对不对 无我 那心要依哪里呢 所以没有任何可依的 然后怎样 万波不起名为尽 那行者在修还的时候 能破怎样能观的岛心啊 然后 未发怎样 真名的无肉制 那由住于无能所 都是一个念头啊 所以还是一样 也就是我们心怎样 不被这些外境啊 种种怎样给牵动了 就不会再有种种的波动 这个都是在修行当中的一个方法 那个禅修的时候这些方法都可以用 一样就是所有的方法就是一艘船 这艘船呢 由此岸载你到彼岸之后 我们不可能背着这艘船 这样到处走 方法都还是要放下 所以没有任何执着性 没有我用的方法就比较好 那就好像是你在强调你的那一种 你能够载你的那一艘船是比较豪华的 是比较怎么样 那有怎么样对不对 重点是这样 有此岸能够到彼岸 你如果你的因缘性 福德因缘很不错 做的是这样 好挺豪华 那个什么大船那些都好 可是如果你因缘性不具足 就是说因缘性比较没有那么具足的话 小船只要能够到彼岸也是一个好船 对不对 所以不用去比较 比较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所以在修习佛法当中 除了这些修行的这些法门之外 那在佛法当中的一些妙礼 如果能够用在生活上也很好 像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课 那也有的同学就说 师傅你看你讲的那个 就是说事情不是用来烦恼的 而是用来解决 这句话我现在好好用 一遇到事情想到烦恼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想到这句话 就会把它用出来 这其实也是佛法的一个智慧 并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庙 六庙门当中有参观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这些就是你本身的烦恼没有熄灭的话 也就是说不要说到熄灭 当然你如果要烦恼熄灭还要通过修行 那不要说到烦恼熄灭至少这样烦恼要比较淡 如果你没有烦恼比较淡的话 想看看一天到晚都在烦恼 叫你上座哪有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不是说一定要怎样 生生法一定要怎样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小细节我们有记住 然后可以处理那就好了 那再来慢慢的呢 我们把一些烦恼啊 很多的那个就智慧 藉由智慧的一个增长 在看事物比较不一样的时候 那烦恼也会越来越轻 那时候这样上座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修行在很久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这样 当我开始修行 不会去羡慕那一种豪宅啊 名牌包啊或是怎么样 会羡慕那些执行的人 哇一叫他上座 他就这样 哇那个做得很好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然后也没有当中不会这样 哇想法 然后那个善心啊 杂话这样子 就是直观打坐就可以上座 然后心很定 反而是你会去看这些 反而烦恼比较轻的人啊 或改为怎样 去羡慕这些人 然后不会去羡慕那些 就是世间法这些财产啊 名位啊这些啊 好 当然啦修行的质量是有必要的 这不可否认啊 你今天再怎么样的一个修行也是这样 吃穿这些都是基本嘛 饿得肚子也没办法修行嘛 所以我就说 除了正道以外 那个助道的部分也是要做啊 一些该做一些那个修供养啊 或者是修布施啊 这些都是怎样 可以去做啊 可以去做 好 那当然啊 在修行过程当中也不是单因 就是专门做一样 好 然后就可以达成了 你六波罗蜜来讲 这个六个波罗蜜彼此都含色其他五个波罗蜜啊 那所以哪有单做一样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又怎么样 那个就是怎样 因缘法的怎样 没有办法透彻啊 你当做一样的功德 你就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不可能的啊 一定是怎样 这种因缘合合而成啊 例如说我们当中讲的怎样 该做的怎样要去做 不该做的不要去做啊 都要去运行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 就是安世高呢 他能够这样 就是素质临根啊 阿久陪德本啊 所以你看 人家为什么就是说 修行就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怎样 累生累劫来了嘛 然后 当这个 这辈子就刚好怎样 因缘成熟 因缘性这样 合合成熟了 所以他得到宿命通嘛 那人家为什么能够 大家都看到 哎呀你看他修行 为什么他修行都那么好 然后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人家累生累劫所做的这些种因缘 你也要看得到啊 对不对 该做的 人家都有这样非常的认真 然后轻重缓急都分得很清楚 以修行为重 其他的怎样 能够舍去的东西 他们这样都愿意舍 这才有办法这样 有修行的功夫在啊 所以他就这样 第一次做太子的时候 发行出家做和尚 这个是个人的因缘 同学可以自己看 种种的因缘 那他后面呢 所翻译的那个经典 一共有34部高达 41卷多 那像佛说的八大人绝经 就是这样 这安石高法师这样 所翻译的 所以都很感谢这些法师啊 很辛苦 然后去请回来 然后还要这样翻译 好 那中国佛教的一个奠基人呢 是叫 揪摩罗蛇婆 蛇啊 然后 其实就揪摩罗蛇啊 这比较 大家比较好听又好记啊 那罗蛇法师呢 小时候非常聪慧 这其实就是他的用 能够用会观的世界 所以你看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啊 他好玩 就看到一个大的沁 同学不曉得有没有看过那个 就是这沐鱼啊 旁边还有个 相对于沐鱼旁边还有个大沁 那沁如果是一般寺院 就是也都会很重 因为都是同座的 他敲起来才会像嘛 所以 那个 揪摩罗蛇就好玩 他当下那一念 没有分别轻或重 他一拿起来就这样 带上去了 就带在头上 然后直到旁边的那些人 跟他提醒 哎呀 你这个小孩子 这个这么重 你怎么带得上去 有没有 他前面智慧 那个会观的部分呢 呈现出来 所以怎样 没有分别 没有了别的心 没有轻跟重 这些种种的想法 所以那个 那个清就带了起来 那当然人家告诉他 有轻重分别 了别的观念 进来以后 他讲 真的这个重 这个这么重 然后整个就这样 没办法摘下来了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悟到这样万法为心 好 那到了九岁呢 就他从那个邱之国 到了那个寄兵国去求学 然后拜了师父 休息一小镇的一个家教学 阿罗汉呢 就看到 有个罗汉就看到这个人 非常奇异 就对他的母亲说 这个小孩子 你要好好地保护他 到三十岁的时候 如果还坚持求法的话 就会做到大家的一个信仰 大众的一个信仰 左度的众生 一定会超过 优婆居多居尊者 你看 就还是有人度人是怎样 会寄数的 用那个怎样 毛足丑子这样 一根一根这样 度一个人就放一根 然后他的那个寄数 能够把一间的砖满满 这寄数就好像是怎样 有业绩压力嘛 所以他怎样会寄数 好像业绩越多越好 那这个我们也是赞叹 你看他所度的人可以度满 可以专满一间房间 所以这要十分赞叹了 这个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精力跟功夫 那在自己的智慧也要主啊 才有办法去度别人 好 那但是呢 其实这样 如果你这样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有没有 哪来的数呢 从何算起呢 对不对 好 好 那罗森法师呢 那是一个信修大圣的一个教法 就开始弘扬大圣 好 那当他母亲正到就是三国的时候 有了神通啊 那他在他去天祖国之前啊 就跟他一直交代啊 那个佛的怎样翻等大法 要那个采阳到情度啊 那这个对你自身不利 这怎么办 那你看那个菩萨的发心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看主师大德的 这些修行的过程 这就是人家怎么样修行 人家怎么样发心 那我这 这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 所要做一个学习的 所要做一个学习的 他就说啊 只要菩萨修行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只要佛教能够流行在世间啊 对我个人来讲 纵然受到这些祸贪如碳的痛苦啊 他也甘心接受 所以他还是照样去 所以我们就说 你看那个菩萨的心 有没有 虽然知道这个此行去啊 虽然对他自己的位 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 就是痛苦什么之类 他还是这样 勇往直前的去啊 好 你看他的翻译的那个经典 也都很多啊 翻译的非常多 那能够这样一看 那个在道宣律师就说 揪摩罗蛇法师啊 他是树根啊 就身后 然后趁愿再来的 过去七世都是做一个精通佛学的意境法师啊 那在那个罗蛇法师在临终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誓言 他说如果啊 我一生所翻译的经论啊 都能够深合佛意的话 火化之后这样 蛇根不烂 而且这样红彤彤的这样 鲜艳如深啊 所以所翻译的这样契合佛心啊 同学可以去看绝摩罗蛇的一个翻译 那个佛经的一个翻译啊 那个言词都非常的优美啊 都非常优美 所以那个大家读起来顺 那个佛经读起来就这样 比较愉快 非常发喜 好 另外还介绍一个法弦法师啊 同学可以自己看 那再来还有一个道安法师 那这个都是 一些就是翻译的这些法师啊 好 那后面还有介绍这些伟大的翻译家 像那个唐山上宣章大师啊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只要看到这些的 那个 那个 他们所那个请回来的经典 跟翻译的功夫啊 就觉得这样 今天的佛经能够流传下来 真的是花了很多 人的一个心血跟怎样精力啊 所以对于法的部分要充分的恭敬 不要因为拿来很像是怎样 像到处都可以请 也好像就是一个只做 只的一个本质而已 就没有那个恭敬心 然后对这些经典都要怎样 要能够像那个 那个对佛一样 一样恭敬都要恭敬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怎样 佛所说的法 唯有我们对法的恭敬心能够持续 这个法才有办法怎样 继续的流传下去啊 所以很多东西都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上 那后面还有介绍这些大战军的刻印的部分啊 有很多的版本 同学可以自己看啊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六章 这是禅宗啊 好 先从禅宗介绍起 现在人比较那个 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流行的那个法门 大概就是禅跟禁 禅宗跟禁土的部分 那我们就稍微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其他宗派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带过 比较带过的方式 因为时间有限嘛 你有办法像讲一个禅宗 他就花了多久的时间 因为我们时间上有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以大家比较有在修行的法门为主 多介绍一些篇幅 其他的部分的话 同学就是这样 如果有修行的 有修行的 这样 自然有这些种种的法门的一个教导嘛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禅宗的起源 还有他在印度的流传 禅宗呢 是佛教的一个根本教义的一个中心论点 也就是说 他是佛说一切教法的一大总相法门 这就是说那个不管是任何法门 其实这样禅宗就是根本 好 那像华严经里面有讲的啊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归于此法界 那就是佛的法界啊 那禅宗最终的追求也是在这样 佛的一真法界嘛 也在佛的一个法界里 那在开悟的人看到 所谓的头头是道 法法皆知 你没有 头头是道也就是你不管看到什么 怎样都是道啊 每一个法其实怎样 都是真如法 这个我们又可以来看一下 欺录到 你看 所以你看那个法法相投就是这样啊 又回到这首记子 这首诗是同样道理 有没有 清清脆出尽是法身 郁郁幻化无非波勒 众神因为执着那个像 所以有个佛像有个众生像 所以在这当中起很多的了别心 其实以佛在看的话 一切怎样 本来都是这样一项啊 理跟事之间其实是互相圆融含色的 没有那一种区分切一半 这个是理 我那个禅宗就 怎样 就如果你单单讲理 啊没有从事上去 去着手去求的时候 其实怎样 那个理也是一个口头禅而已 也是嘴巴讲讲啊 哎呀不饿法门 然后哎呦什么什么的 那个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理也是必须要在世间法当中这样去求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好 那所以在开悟的人看起来 所谓偷偷接到法法接生啊 就是见色闻生啊 那无非是这个 也就是 不管你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有没有 都还是佛啊 有没有 你看到的这些轻轻 脆除有没有 也都还是佛的法身啊 啊 你这些 看到这些玉环环 都还是法 都还是波勒啊 波勒为佛母嘛 那就是你要修行成佛的话 必修的就是叫波勒 必习波勒才能够成佛 好 那扬眉啊 顺目啊 这其实 近似玄机 有没有 常常祖师的公案就是这样 那个 扭那个鼻子 然后或者是 那一些动作 半鹤什么的 这其实都是玄机啊 在弥灭的人看起来 就是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对不对 一般的还没学佛法之前啊 那你在看山就是山 对不对 水就是水啊 然后这是怎样 迷头认影啊 就是我们认为颠倒 抓取这些根根层的这些 虚妄为真实嘛 所以是这样 迷头认影 认这个影为怎样 真实 其实真正真实是什么 真如啊 可是真如我们怎样 一般的众生怎样 是山是山 水是水 以向为怎样 为真 那心经里面叫做颠倒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这样 当命错过 那一眼空花呢 也就是 众生的眼啊 生病了 生病了 为什么生病了 因为怎样 抓取这些虚妄为真实啊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那我们要知道啊 开悟的人啊 所悟的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禅学嘛 悟到底什么是悟 对不对 一般人常说 哎呀这个禅师开悟了 那悟到底是悟什么 啊 谜到底又是谜什么 所以这就是禅学嘛 那 那个禅学的确是怎样 一切法门的大总相法门 那我们信仰佛教 其实应该叫做修行佛教 信解行正嘛 所以他后面有讲到 信了之后怎样 发心修行 要知道以后怎样 就要行 那达到最后目的 所以 我们所看到怎样 这个佛法是怎样 信 然后还解 还要行 还要正 那禅宗呢 他是怎样 中国佛教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宗派 那初祖呢 达摩祖师 这大家都常常听到 也很熟悉 他是依照认茄经 那六祖的慧能大师呢 他是依照金刚经 所以每个人香气的经典都不一样 香气的经典都不一样 那禅宗的产生 也是有他的那个历史因缘 这就是所谓的怎样 法不姑且 什么叫法不姑且 法不会因为一个人 他就产生了嘛 对不对 这其实讲的还是那个 众因缘合合而成啊 对不对 就是禅宗他也是怎样 因为有达摩祖师在那个 任邪境当中 契经之后呢 契机之后呢 然后流传 就东传过来嘛 然后再有其他的那些祖师呢 就是这些东土这些祖师呢 开始怎样 都是怎样 医的这些怎样 种种的怎样 情境怎样 产生的嘛 也就是法 他本身会产生一定有 要 就是愿意修的人嘛 或契机的人嘛 这个法才能够怎样 生嘛 不然的话 如果这个法不契机的话 我们就说啊 像那个同学 之前在其他地方 有人问到苦行啊 苦行啊 那同学就说那苦行好不好 那就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苦行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啊 我们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办一个苦行团 然后不要休久了 大家会害怕修三天就好了 我们就按照佛祖的那个 大家设的那个修法 他都会在那个 就是那个墓地的那个地方 然后吃住 然后再来就是等等啊 三天就好 看有没有人要修 对不对 这就是怎样 众生要才会怎样 才有这个法的流传嘛 所以我们就说 那个所有的其实都是讲 因应众生的一个需求啊 众生想要 众生愿意修 那那个法的那个流传跟存在 才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啊 如果众生对这个法没有兴趣的话 那个法就怎样 没了嘛 所以 法不孤其一 尽方生嘛 道不虚行 欲言怎样 其应啊 对不对 道不虚行 就像是金刚经啊 对不对 也要遇到六祖慧能大师这样怎样 契机的人怎样 他才能够怎样 印啊对不对 不然的话 一般现在很多人都在看那个金刚经啊 可是怎样 开悟的有多少 这部经能够怎样觉悟的有多少 所以都各有各的因缘性啊 这就衍生到各个同学的一个修行法门啊 一样 当然我们如果对这部经是契机的话 我们看就怎样 欢喜嘛 累生累起 你跟他怎样 熟悉嘛 所以你看他你就会觉得欢喜 那就是你怎样 可以去修的一个法门 所以法门也不用问人家 也不用去有些些什么玄妙的这些动作 不用都不用 你就把每一部经这样 看一看哪一部经你觉得最发喜 那就怎样多念几遍 然后怎样多看几遍 然后多修几遍 就这样子 所以修行就很简单啊对不对 不要想的太复杂 众生都是很喜欢怎样 把简单的东西想的太复杂 复杂到怎样 你举你要能够踏就是脚抬起来 踏出那个门槛 都还要想你的右脚抬起来的时候 是动到了几块的肌肉 然后几多少的神经 然后那个神经 那个脚要踏起来都在想这些的话 还要想像有些那个乌公有没有很多脚 到底踏左脚先踏左脚还是踏右脚 到底要抬多高 然后才能够怎样一踏得出去啊 这个就是怎样想太多的时候脸怎样 这个踏那个踏门槛的这个动作都变得怎样 很复杂 所以众生为什么这样 没有办法这样 虽然看到佛法这么好 真的要好好的修 为什么这个脚就这样踏步过去 就是因为想的太复杂 我们知道佛法不是就是说想或者是说就可以这样得正得悟的嘛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自己的想法念头还是要做一个沉淀的动作 方式怎样简单一点 我们再看那个什么样东西称为道 有没有茶道 花道 人家能够称为道就是这样 多余的东西这样塞塞减减 后面最后呈现那个像 就能够让我们这样心能够沉浸下来 这个就称为道 你看到那个人家的泡茶 当下你这样本来意念纷飞啊 那在当下他那些动作简单明了 然后当你到喝到那个茶 他的那个心意的时候 你的那个念头就慢慢沉淀下来 这就是道啊 你的心跟那个泡茶的那个心能够相呼应 这就是道啊 所以那个要称道茶道跟花道就是怎样 观照整个环境 像花道也是啊 你必须要了解哪些花 茶道你要了解众生的根气嘛 对不对 也就是众生现在来的一个人 这个人他需要喝的是热茶 还是冷一点的茶 还是怎么样 你要整个都能够观照能够知道嘛 就是站在能够理解 站在人家对方的种种想法 而不是自己认为 85度泡出来的咖啡 或者是几度泡出来的茶是最好喝的 其实没有一定度数的茶是最好喝的 而是怎样 因应的这位众生呢 他觉得几度茶适合他 那你就泡几度的茶给他 那这时候那个心才有办法这样 互相的呼应 这就才称为道啊 好 所以越简单越好 不要想太复杂 复杂怎样 那个 就像学脚踏车 左脚先上 右脚先上 后面这样 两只脚打结 都不 连骑都没办法骑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 大 大梵天丸问佛这样 决仪经里面有讲到啊 有一天呢 大梵天丸在灵鳩山啊 好 因为这个故事 大家 那个是沉重的一个 就是很契机的一个公案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梵天 常常都会讲 请佛说法 为什么要呈现出 由梵天来请佛说法 因为在印度时代 他们在印度的那个地方呢 他们认为这样 他们最信信任 也就是他们的信仰就在天嘛 所以天就是这样最大的 那当梵天丸呢 他们能够视线就是说 脸他们都来 都需要来跟这样 佛这样 请示佛法的时候 那相对于就可以让其他的人 这样更加的相信 那个佛所说的 所以这个动作也是这样 因应的这样 众生这个需要啊 所以这当梵天丸都很慈悲 也是这样 众生需要他的视线 他就这样视线来问经 请经说法 所以他要为了要那一切众生得到大利益 就请佛说法 那就把一支金菠萝花贡献给佛 那那个佛呢 就接受他的请求 有没有看到 在请经 就是说听经文法的时候 那个恭敬度 脸梵天对于佛的一个这样 哇 你看先供养 供养之后呢 当那个 要还要怎样 佛能够答应 也就是因缘性要具足佛才会讲 所以佛答应他的请求的时候 就这样高升法座 那可是佛身座以后啊 一句话都不讲 那手里就拿的这一朵金菠萝花 静静的给在会的大众看 那在座呢 在座有很多的这样 地址还有诸法的诸天 看到这情景 大家心里都在想 哎呀 佛平常是一身座 哇 就开始这样 一大堆的 那法就这样 哇 讲得非常的顺畅 那今天怎么这样子呢 好奇怪 坐好久这样 都没讲话 啊 只有拿一朵这样 金菠萝花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佛的脸花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啊 在佛的那个 那个大地址 就大家社 看到佛的这个金菠萝花以后 就知道佛的意思 所以开始这样 破颜脸花微笑 这就是公案的开始啊 也就是说在这当下这个情境 那个大家社的心呢 跟佛心是心心相应的 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言语 然后多余 不需要多余的这些言语 不需要多余的这些表情动作 当下他们心就是怎样 香气的 那所以有很多公案也是这样啊 旁边人看到这两个人 哇好像在演末句喔 他这样子 他那样子 然后就一个公案就形成了 大家就开始在旁边 跟这些那个在看佛 跟大家社之间的互动的这些大众 反应一样 不晓得在做什么 可是人家怎样 心互相的彼此 心的一个香气 有没有 就知道怎样 对方的一个法意在哪里 然后所以这样 大家社就这样 破颜微笑 这就是所谓的脸花微笑的一个这样 开始啊 好 所以这边一个是姬 还有一个是叫 所以姬叫相当的时候啊 就睡足同时啊 他就能够这样 深深的了悟啊 佛的这样脸花微笑的一种 微妙法门 然后这样 弃佛的心啊 那在大家社微笑之后呢 佛就讲了 无有正法眼障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正法眼障 正法眼障 又叫做清静法眼 禅宗以知为家 教外别传的行义 佛在灵鳩山啊 大饭天玩 以金波罗花献佛 那是尊念花是众 然后天人呢 都不晓得佛在干嘛 只有这样大加设破颜为笑 那世尊就说 无有正法眼障 虐盘妙心 分父这样加设 那以今天 今以这样 残门的意解啊 也就是 当初佛的心 你很难去解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只能够用残门的意 来意解来说了 这正为这样佛心的得名啊 这个心呢 侧见正法 称为这样正法眼 那身管而得寒 万得寒残 所以名为藏 所以名为藏 这叫正法眼障 那法环经所谓佛之见 虐盘妙心 这就是这样佛心的本体 那体极面呢 就叫做虐盘 不可思议分别 有没有 所以佛经里面什么叫做妙 有没有 什么叫做妙 就是这样 不可思量分别 也就是不是你去用这个像 然后去想 这个电灯很亮 这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什么 你当下没有这个分别了别的心的时候 就能够直接契入到 所谓的那个如太的一个境界里啊 那 就像这一朵菠萝花这个动作啊 你当下这样 没有起了分别 没有起那些其他的杂想 那这样 当下就契入了 所以这今就那个主观名为这样妙心 对一类的那个顿悟的契机呢 就是这样 离言句之假名啊 也就是最后面大家在演说这个公案的时候啊 这就告诉大家怎样 佛所讲的这些圣圣法 其实是这样 应该要离言句 不是我们的怎样 言语可以讲的出来 可以说的清道的明的 言语只是怎样 那我们能够趋向于理 没有办法等于理 你要能够完全等于理 还是我们回到老话 叫做修跟正 好 所以这就叫做以心传心啊 我们用这个故事来公案来契入 开始的一个 最开始一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啊 好 那除了讲了啊 这句话 正法眼上虐盘妙心无相 实相是无相的 也就是佛所讲的这个法界的整个实相呢 本身你没有办法用相去解 没有办法 他本身就讲无相 那这个唯妙的法门呢 就富足于大家社 那佛就把这个正法眼上传发给大家社的尊者 那佛又把自己的怎样 所搭的金驴的这个袈裟 还有青色的天所怎样贡献 贡献这个波啊 通通都给了加社 这就是所谓的一波真传 就是七天的第一个祖师啊 那其实传给大家社也是对啊 因为在后面的结 不管是法的结极的部分 也是讲大家社也有这样的一个号召 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结极 那再到后面那个 我们知道到了米勒佛时代 大家开始懈怠的时候 也是大家社的一个视线 视线他的啊 哇你看那个他的那个身材那么小 在米勒佛时代的那个众生 那个身高啊都非常的高大 那看那个我们那个说佛世界的这个众生 然后就好像这样一只毛毛虫啊 那这个大家社就很像毛毛丑这样一个视线 他能够这样录定那么久 几十亿年就为了怎样视线出来 然后让大家怎样好好修行啊 所以那些能够让那个米勒佛时代的这些众生 起修的心啊 你看 所以这个东西传给他是对的啊 同学不要说哎呀 不是哪个弟子比较聪明 哪个弟子比较解空 哪个弟子比较怎样 其实各有各的承担啊 曾经在那个小孩小朋友的一个夏令营啊 我们就带他们啊 我们就是带谁叫我第一名 什么叫叫我第一名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专层啊 所以现在很着重就是都大部分都在小孩子的成绩上面 那当然呢 你说你的小孩子要毕业要能够怎么样成绩也是重要性啊 可是其实每个小孩子都有他的特色 我们不妨去观照一下 观察一下这小孩子的特色在哪里 也就是每个小孩子都有怎样第一名的地方 然后就这样可以好好地培养啊 因为有些小孩子这样他心很柔软啊 对不对 那这也是他的一个特色啊 可是一般的现在父母亲大概都看的都是怎样 成绩的部分 只有成绩才叫做第一名 所以我们学佛其实看到这些种种的那个弟子啊 很多的第一名对不对 也各有各的特色 那一样啊小孩子其实各有各的根基啊 只要这个小孩子这样 贪嗔痴的念头能够轻一点 其实这样 他都算是 都就是很有福报啦 对不对 如果这个小孩子贪嗔痴念头很重的话 那就比较 反而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处理啊 如果这个小孩子贪嗔痴的念头很轻的话 代表怎样 他本身累积当中怎样 就有代表他的一个福报啊 有他的福报那就好啦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佛在那个菩提下 促下悟道之后啊 就散生其哉其哉其哉 大地众生啊 各个具有如来智慧得相 也就是每个人怎样 佛性都具足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世心即是佛 佛即是怎样 心的真理啊 那如来晋至庙会 一切的功德呢 就称为怎样 正法眼障 正法就是根本佛法 眼障呢就是怎样 大智慧折法眼 能够普照一切 那寒蝉万法 一法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都寒蝉在这一法里面 有没有我们说 你如果学了大智的佛法 你不懂得 能够互相含舍的 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怎样 理解他在讲什么 那其实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 这个有很多的那个诗迹啊 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 例如说滴水之百川 有没有 一滴水就能够知道怎样 摆穿他的怎样 因缘性啊 那个一法怎样 即是一切法 有没有 不管你是在那个 死法界当中 你呈现的是什么法 不好意思 都只有一个法界 叫怎样 佛法界 也就是怎样 一切都是真如啊 那如果一法即是一切法的话 所以才会 又回到这首诗啊 所以这首诗很好用啊 对不对 我们在理解这个大圣佛法的时候 有些 那个圆龙寒色的道理 我们不懂的时候啊 其实藉由这个诗 我们比较能够契入 这个还是这句 轻轻轻脆足尽是发生啊 玉玉环花无非波勒啊 万法 等下 都是一法 啊 一法都是这样 万法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一己一切 一切己一啊 好 那什么是虐盘妙心呢 就是不生不灭的 怎样 妙真如心啊 不真不灭 我们有解释过了嘛 你用音缘法去解的时候 其实怎样 这我们这个真如的本性啊 本来就是怎样 不生不灭嘛 我们就说 这个真如的这个本心呢 就好像是怎样 一面镜子 那众生呢 不管是任何众生怎样 照过镜子之后 这一面的镜子还是怎样 清静的 他也不会因为怎样 这个人照过以后 他就怎样 比较亮或比较暗 或者是说 这个人起任何的了别分别心啊 不会 通通都一样的 那也可以比喻成怎样 电影 我们知道 不管你播的是死法界 哪个法界 那个布幕啊 也就是我们在播电影的那个布幕 永远都是白色的布幕 不会因为今天播了什么样的电影之后 他就变得比较白 他就变得比较黑 或是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那个后面的布幕是怎样 不争不解 没有任何的怎样 没有任何的这样改变啊 所以这个真如妙心就是一真一切真啊 那法法皆真啊 那一如呢 一切如法法皆如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用这个 他衍生就是这样 本来就具足 当下就是啊 所以这个 我们在讲这个其实就是这样 那个禅宗的一个这样 他的一个法要的一个这样 那根本 就是从这里而来的 就是从这里而来的 好 所以众生很喜欢了别啊 才会有所谓的那个如来禅 还是怎样 祖师禅 其实祖师禅来自哪里 他总不会自己想出来 自己变出来吧 还不是从如来的这些叫法当中去怎样 去能够怎样 悟到之后 也会有自己的这样修正以后 那再衍生嘛 所以常常有人会问说 是如来禅呢 比较怎么样 还是那个那个 祖师禅比较怎么样 啊其实这样 你以他的本质来讲 对不对 还不是都是在这样法当中啊 啊续 那个所弃药的还不是都是那样子 啊只是众生他看那个像 啊就有很多的了别 好 所以他是能够不变又能够随缘随缘 然后又能够不变了 这就是同学可以去参看看的 我们常常心都是这样 随着这些因缘随着这个禁 就开始种种的起伏 啊可是其实 那个是我们因为我们执着于这些像 然后认为这些为真实 所以当他变的时候 我们心就开始变了 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啊原来 当然我们不以这些为真实 知道这些都为虚幻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的那个真如的心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不变又能够随缘随缘又能够不变 因为我们能够清清楚楚了知 这些都是这样妄想啊 都是虚妄的啊 所以他就随着迷缘啊 作六道众生有没有 那个电影有没有 播 播的是什么 哪一道的众生 那个一样 他就那个电影就播 你照那个镜子呢 然后是哪一类众生照 他就呈现怎样的一个样貌 所以他就随着众生的迷啊 迷就是怎样 无明嘛 无明啊 然后就开始怎样 在六道当中轮回啊 那他就当中如果有物 物就成了世圣了 这就好像是怎样 因缘性呢 那冰就化成水 这个真乳就是怎样 心就成为妙心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大乘其心论在讲的啊 他就说呢 我们众生呢本来怎样 本觉 也就是每个本来怎样 佛性俱主嘛 每个本来都是这样 一尊尊的做得好好的 然后但是呢 因为我们起了一念的无明 也就开始怎样 不管这一念是怎样 贪嗔痴都好 好那起了这一念的无明的时候呢 开始怎样 轮转 好轮转 那轮转呢 我们要靠怎样 修跟正怎样 又回到始觉的状态 好那这个用物理界的一个反应呢 我就好像是怎样 我们本来是水 本来这些这个呈现就怎样 是水有没有 然后后来呢 又怎样结成冰啊 有没有 因为那个温度有没有 降到零下以 度以下之后啊 就开始这样 呈现冰的一个样貌 然后冰呢 开始融化以后又呈现水 那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本觉的这个水 跟始觉这个水 同样都是水啊 只是因为有一个本觉的存在 所以才有一个始觉的存在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时间啊 对不对 我们从本觉开始 然后轮回 然后开始这样 修正 然后始觉 就是一种时间啊 如果依照我们刚才讲的 没有时间的一个观念跟误差的时候 这三个不是这就是同一个 也就是怎样 我们众生 即是心是佛有没有 即心是佛有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啊 啊众生因为直说于像 就觉得这样 有佛的像啊 还有在谜当中的众生的像 这个就是用像去解啊 如果你用本心来讲的话 以那个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差别 有没有 一样都是这样 最后的结果都是水啊 啊所以这个真如心就称为妙心 妙心就是这样 妙就是不可时宜 那实相就是这样 无虚妄啊 就真实相了 这些妙如妙真如心啊 那实相本身就是这样 无相 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样正念就是这样 无念喔 正念不是说也维持一些正确的想法 正确的念 所谓正念怎样 到那个在那个后面怎样 就是所谓的无念 那所谓的怎样 实相就是这样无相 那无相就是这样 没有一切这样差别相啊 那只有这样真实平等一相 真实平等一相就是这样 微妙的智慧得相啊 那这正法眼障呢 就是依照真心的大用 也就是我们的真如心 如果这样大用 用 体相用 用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谓的正法眼障 那虐盘妙心呢就是怎样 就是真如本身的这样本体啊 那再来这样 那个实相无相就是这样 以真如的一个那个得相来说啊 所以以真如的体相用来讲的话 所谓的真如的本体就是虐盘妙心 啊所谓的真如的这样 相的部分就是这样实相无相 那所谓真如的这样 用就是这样 正法眼障 好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禅宗的一个这样 基本的一个架构 这是这个体相用之下 那我们的基本架构之后呢 那下一次我们再把这样 禅宗的其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流传啊 然后整个的一个那个主要还是在 他的一个那个精神跟他的一个思想上 好 我们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 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回向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我的灵符 我等你 是